大家好,歡迎回到 NHK 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君武器言,你節目主席 Larry 好,這一節又是君武器言和科學新知的 crossover 節目 好,今天想和大家講一點太空爺 尤其是我們講到每一個國家現在都非常重視開發太空 所以無論是美國、日本、法國等都已經正式間接 都說自己有空天軍、宇宙軍隊、宇宙防衛隊、太空軍等稱號都已經出現 即是探索太空、發展太空已經是整個國防新的高度 但我們這樣講,在太空裏面,除了太空旅行之外 其實大家更有興趣就是在太空的高度上怎樣去防衛 以及怎樣去做一個先發制人的情況 所以他們都會增相去發展一些飛行器 這些飛行器最好第一,當然可以重複使用 成本是極便宜的 以及每一次都可以執行到相當不同的任務 種類越繁多就越好 當然除了我們講軍事上,也對科學上的發展也很大 所以今天都會探討一個在軌道或者亞軌道上的飛行器 當然如果大家最出名的,一定會想起穿梭機 但除了穿梭機之外,大家知道這個project已經完成了 但之後,似乎後繼者就比穿梭機計劃更加出色 所以今天跟大家探討一下它 但是,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多謝大家 除了我之外,當然有陳博士在這裡 陳博士,你好 陳博士,你好 我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的年代,當時就有一個叫穿梭機計劃 大家都很熟悉的 但後來穿梭機計劃當然要結束 可能是冷戰時代結束也好 或者這個project本身已經完成了歷史 我都不開心了一段時間 但我後來發現一件事跟他很相似的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X-37B 陳博士,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他們的相似是純粹偶然 還是暗瓦底的穿梭機計劃 純粹是借絲環雲,變成了X-37B身上 那麼軍方或者NASA那邊 又看中了X-37B的什麼潛力呢? 那種軍事潛艇,我一直給大家一些資料 大家一起去考慮一下 但我先給我一些本身的背景資料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說到太空穿梭機計劃 去到2000年代初,2003年 當哥倫比亞號爆發 基本上就停止了 停止了之後 我記得當時也挺失望的 就是這個穿梭機雖然以後不會再搞了 那麼退役了 但是之後NASA也有一些比較細小的 類似穿梭機這樣的項目 那怎樣為之類似穿梭機的項目呢? 就是它的功能不像穿梭機那麼全面的 你要想回其實當時怎樣想穿梭機呢? 就是很多時候是一種叫做 找不找到一種叫做Total Solution 即是說我有沒有一件東西 它可以同時滿足發射 然後幫我帶人、帶貨 然後甚至安全地回來 變軌道去第二道 就是功能跟我們地面一架 飛機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它是在太空上面運作的 如果有這件東西 萬能的就很好用 這件東西很厲害 所以我們一想到 很容易告訴別人 哇 穿梭機是怎麼厲害的 是不是? 所以電視節目都要用這幾個字 沒有很多這樣的字眼 在太空時代 連這裡也有提外話 去到連那些公共屋村設計 都很喜歡用月洞的 就是有一段時間 是的 完全是受太空時代影響的 這些是 我小弟我小時候 就是這樣的時代長大 很多 那麼很可惜 因為挑戰者一號 到後來哥倫比亞一號 一架一架爆了之後 我想一個很大的反省 就是整件事本身 合不合乎成本效益 我們是不是真的去 不惜公本地繼續去經營 一樣就是說很萬能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最化算呢? 還是就是說 回到成本效益問題那裡 有些東西其實可以用火箭做 不是火箭做的 有些東西就是 更加安全 或寧願 又是可能 用回火箭技術 也好 怎樣也好 變成了那個穿梭機技術 你要是上到去 重返下來 因為其實穿梭機 你也是說 帶著一塊 比較大的東西上去 和下來的 還有印象就是說 整個穿梭機和隱形戰機差不多 一樣的東西就是 你放在地面不用的時候 你要給它涼冷氣的 然後呢 穿梭機黏在上面的 那種比較陶瓷隔熱的物質 用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那種物料的技術 是一些貼上去 很容易掉下來的東西 就這麼說 一般情況之下 它會掉下來 但是如果說 在太空 從外太空回到地球 那種極端 那麼高速 還有那麼溫度 那麼熱的情況之後 每次的穿梭機 下來 上面有一個個洞 千瘡百紅 因為上面那些隔熱磚 就掉了很多 而且還要用人手 去慢慢找一些洞 來慢慢補上去 所以原來 要維持著這個穿梭機的化妝 那個保養 其實就是那個成本一直很高 就是這件事一直去到 連哥倫比亞都爆了 有更多人命犧牲過 就有一個全面的檢討 於是我們就聽到消息 以後就只是搞一些比較細小的事情 那麼聽起來就好像很失望 但是很有趣 又這樣經歷了20年之後 我們就發覺 就算這些比較細的 剛才我們提到的 X-37B的這種飛行器 它飛得沒有 艾空穿梭機那麼慢 即是它不能有很多的能源 讓它隨意地變軌 你動一下就去飛去其他地方 即是不要說星際旅行 你可能軌道離地球遠一點 那你負載的能源不夠的時候 你都不能立刻去變軌 即是那些能量 即是你盡量不要帶多餘 用不著的能源上去 所以要遇到的能源上去 於是我們就說 我們不搞這麼慢的事情 但是穿梭機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最大的價值 就是它可以是 這件東西有得比較容易地 安全地大舊一點的下來 因為它本身有對翼 就可以是減速 當它進入了大氣之後 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幫你把一件比較大的東西 安全著陸 好了 你用傳統火箭 扔上去是比較划算的 你不是扔那麼大塊的東西上去 你不需要把整個穿梭機那麼大塊的東西 你不需要把整個穿梭機放上去 但是呢 下回那一刻 即是由火箭屋 你再要下回那一刻 你會發覺就是麻煩一點的 你不會看到很靚靚仔仔 在機場上指定降落 但是如果我想有一些 都有一些地球上的要求 比如說一些失業 不一定要帶人上去 我想有件事 可能那件事 是一些比較細小的 一些比較小心一點 去運輸的東西 拿到上去 然後又安全地下來 始終我們在科學研究 至少在科學研究上面 都會有一定的需求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有一件事 是可以上去之無 亦都可以比起火箭 即是船那些東西 更加可以做一些大型 和穩定的降落回收 於是一個可放、可收、可從用的 一個上到太空的飛行器 都還有一個要求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 先前太空穿梭機獨有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就做小一點 不用想到太空穿梭機的萬能 我們可以做了一件 相對比較小的東西 但是它會幫助我們 捕捉到一滴的太空穿梭機的功能 所以在這二十年 就會繼續保留X-37B 這種軌道飛行器的計劃 因為說到X-37B 明顯它好像一個mini的穿梭機 形狀似的 然後就縮小板 也縮小了很多 小到差幾倍 尚衰看長度幾倍 但是你知道長度差幾倍 其實整個體積就差很多 是的 它對翼也很小很多 還有外形也有一點點不同度 以往你見 現在它的垂直尾翼 就變成像隱形戰機一樣 分兩楷一樣 感覺成的輕巧 而且最重要 它是一個無人機 當然它可以選擇 之後就加上一個造人艙 但是它就選擇了一個無人機 所以就令到整個任務的彈性大了很多 至少都是那句 如果一架戰機沒有人之後 它會少很多東西 維生系統也不需要加 加壓艙也不需要 它裡面的東西 全部可以丟掉就丟掉 其實整件事真的縮小了 所以這個會不會都是 陳博覺得 NASA或者是美國空軍 看中了它這個潛力 大大發展了它 以及它背後 賦予了 你剛才說到 它也有很多方便性 令到這個X-37B 計劃就這樣應運而生 然後也在上面 令我們投放了很多奇怪的幻想 以及它在後面 執行很多任務等等 它又不是說 因為太空穿梭機計劃 死了才有這個計劃 其實在2003、2004 同步 即是在有這個太空穿梭機計劃 去運動的時候 已經有這種微型 壓軌道飛行器的計劃 同時出現 這裡補充一下 就是在2004年 NASA也交付了兩隻X-37B 交給五角大樓去玩 後來美國的國防部 就拿了這東西去玩了一段時間 即是說其實很明顯 裡面有它的軍事用途 去看中了這東西的成立 那個軍事用途 首先就是說 它不一定需要有人 其實很多東西交給機器做 哪些東西可以放上軌道 給機器做 可能是衛星那些間諜性質的 搜集情報的工作 交給這些飛行器去做 但是很有趣 一般間諜衛星在做這件事 為什麼又要整個可以收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去想一下 有沒有一些東西 其實就是 有些任務是可以需要 就是 見東西又可以從容 又可放又可收 就是它可以帶到一些東西上去 做完之後 有些東西可以收回來的 而這件事還是有它的軍事價值 在這方面 就是五國大陸 就沒有什麼公布出來 可能它收了 可能它收了俄羅斯 和中國的間諜衛星 回來研究一下 或者在上面 又插回兩個偷聽器 那這些 很害怕自己的太空裝置 被人偷了這件事 已經是美蘇冷戰的時候 蘇聯都經常害怕的這件事 其實在理論上做得到 實際上它有沒有這麼大的能力 這麼多的能量去做這件事 一直以來就沒有什麼資料公開過 但是看到那種可以帶上 可以收回來 科學上我想到有一些理由 在軍事上就留給大家 這種計劃 它沒有因為太空專梭機計劃的失敗而停止 在這二十年繼續有發展 而且 如你所說 接下來下一代就會發展一個載人的版本 載人的版本裡面要整加壓艙 載人的版本就可以讓科學家上去幫忙做實驗 現在暫時的一個用途 就是它試過帶一些種子上去 帶種子上去 然後再拿回來 其實可以這樣計算一下 以前我們試過很多次 是帶種子上去太空裡拿回來的 但是基本上就要用火箭 加太空站 加人手去做 所以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成本是高的 又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直接 就是我現在不用 其實我只需要火箭 或者其他東西的生物樣本 放上去一陣子 我只需要放在一個無重的狀態之下 去留夠一個時間 上一上去落回來就可以了 中間你不要動它 不要理它 所以又沒有人沒有所謂 如果是這樣的實驗 XR-7B這類的飛行器 就是很適合 而且可放可收可在用 照計應該成本便宜 所以就算沒有穿梭機 就算不用火箭 似乎在XR-7B裡 它有些功能上 有它的優遇支柱 是幫你省成本 去做某一些特定任務 所以在這裏 至少在科學研究上 給予一個小小的理由 就是XR-7B這種亞軌道飛行器 在負載功能上 比太空穿梭機差 但為何反而是 繼續玩了20年 如果這樣說 因為中國 我們看到它在太空科技上 都追得很貼 一直咬著美國的尾 去跟著 勉強看到尾燈 去追 看到它們現在 又發展一個叫做神龍 我們坊間叫神龍 一個叫做太空穿梭的 一個無人的航天器 如果我們純粹看回 當然不可能只看一部機 還要看背後的系統 你覺得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在哪裏呢? 純粹只有一部機 還是後面整套理念 系統 支持的東西 其實都相差到一些東西呢? 我不敢說 我沒有一個很實的數字 告訴大家 但是如果最基本 由發射到在太空中逗留 到到回來的時候 在指定的場地上降落 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是的 又沒有其他更加精準的需要 你可以說 在太空停留時間 美國的那堆XR-7B 甚至日後的XR-7C 它應該就是 依然去那個停留時間 XR-7B來說 比中國的神龍任務長長 但是中國的神龍任務 在270多天都非常了不起 在這裏來說 我們看到這種差距不算很大 哪些位置的差距會大一點呢? 就是看回它再上去的發射裝置 這些其實我們在其他節奏 曾經提過 美國也是在說那些 無論推力多小多大的 都希望做到整支東西 就可以完全回收 而之後還可以 很帥氣地 整支筷子篤地地 這樣打動地 站在發射台上面 這個就是 美國這方面是做得先進一點的 但是大陸就是說 飛行器自己是可以從來再用 但是下面的發射器 附載它發射上去那堆火箭 要它很帥氣地站在這裏 新循環再用 就還有一段距離 很初步 但是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說整套的技術 神龍任務都稱自己 叫做可回收 但是要留意 可回收只是飛行器那部分 下面整支火箭 那些東西 和可回收還是有段距離 所以中國同樣都是發展 類似這種可重複回收 這種的飛行器 我們叫航天器 這樣去做 陳博如果我們去看 去看這個X37B 或者你說中國的神龍版本 你覺得它將來的 potential去到哪裏呢 是不是真的會帶領到 無論是軍用科學也好 民用那邊的技術 都會大躍進 包括很多 就是太空技術 應用在我們 民用的科學那裏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又或者是 那個民航那邊 一個很大的突破 包括可能是民航機 它本身可能的效能 更加之大 飛得更加之高 飛得更快更遠 又或者是太空旅行 可能在不久將來都可以實現 如果你問我 用哪種形式實現 太空短期或者長期旅行 可能我的答案有點不同 X37B 我覺得很適合做一些 比較長期的太空游輪式度假 因為它是可以在軌道停留得更加久 如果純粹你只在地上下太空 感受一下無重狀態幾個小時 或者更加短 可能是十幾二十分鐘 那就需要去到X37B 這樣繞地球很多個圈 這種技術的 你只需要就是能夠推到上去 一個比較高的軌道 然後再下來 點對點 一條曲線這樣飛過去 那就OK了 我會認為 但是總體來說 我都會說是 如果你說 要實現物用 無論是運輸 還是太空 旅遊 度假 我會覺得這種X37B 我會說是幾乎唯一選擇 尤其是長途的飛行 如果短途的 它未必需要用到X37B 或者用一個更簡化版本的X37B 要解釋一下什麼是更簡化的版本 因為你用普通的飛機 為何實現不到太空旅行 為何感受不到無重狀態 就是因為你普通的飛機 還在用一些噴射引擎裝置 那種就是你要吸入外面的空氣 向後噴 你要在大氣之下飛行 你要能夠進入太空 進入一個比較空氣稀薄 甚至乎接近很真空的狀態 你就要有自己的火箭燃料去做推進 於是乎你那個飛行器本身 就不可以就像地面飛機一樣 就只是靠你那種這樣的 路斯萊斯那種這樣的噴射引擎去飛 那你就要靠那個真的火箭引擎去飛 這樣才行 而我就會說 X37B的這一種 它自己就是有一個叫做 進入一個亞軌道的能力 它就會跟你飛到很遠 不會飛到去月亮 不會飛到去太空 它最遠是去到地球同步衛星軌道 如果說地球同步衛星軌道 距離大約就像地球半徑的六七倍左右 一個這樣的距離 代表著不是太遠的 都是在地球旁邊玩玩一下 就是這個X37B 以目前來說 以最低成本做得到在地球旁邊的太空的位置 就是這個X37B 短途飛行來說 你便將它那個 要推進上太空的能力 再削弱一些 令它帶少一點能力 這樣就做了一個簡化 甚至乎有人都會想 這個維珍 它就做這方面不太成功 就是找一架普通飛機 再帶一個有火箭推進能力的飛行器 上去半空再發射上去 有人在想這些 但是也不是做到成本效應很好 所以你說那個 譬如維珍這間公司 它投資的這方面來說 沒有什麼好好的回國 暫時來說 如果不說旅行 回到民用 做一個科研實驗 我都會覺得X37B 你找到它的定位 它是一個比較便宜的版本 做到少少穿梭機功能的功能 所以說到X37B 或者類似的項目 應該都有很多無限的想法 甚至乎我以前看過一部電影 就是地球在上面再建一個Orbit 好像一個土星一個環 然後很多人在上面生活 就是優載、優載、高科技 很多不同的東西 到時它的穿梭 可能是靠穿梭機 也不奇怪 我講了一件事 就是你講到那些很科幻的高科技 原來是舊列治的 就是這個X37B 去幫忙做好任務 我覺得很奇幻高科技 就是什麼呢? 它收集太陽能 大家會明白 在太空收集太陽能 一定強於地球收集 因為少了些東西隔著 然後還可以將它收集到的太陽能 將它轉化成為電磁波的形式 射回地球 就是做到一個幫助地球遙遠充電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我想有些網友都自己玩過無線充電 這件事 將電話扔在一件事 它就是用電磁波來幫你直接充電 現在原來用X37B 它是試過跟你走到地球外 少少的太空 跟你拿能量再射回地球 這件事雖然還是一個玩玩下階段 不是大規模生差階段 但是技術上它們是試過這樣玩的 幫你搖它射太陽能 來到地球 就是這樣 這個很多下場 你想想想 如果一架的轟炸機 它可以在太空上不停地 當然它不可能 它要在定點 在某一個項目做 好像補給點一樣 它可以全球飛行 真正做到 除了核子轟炸機 我們經常都說 核子轟炸機當然有危險性 可能就是另外一種的戰鬥轟炸機 可以用這種能源不停地補給 令它全球飛行 甚至乎我們要之後的集數說 就是有沒有可能用X37B 剛才陳博士說了 簡易版 弄得夠便宜 它的Readyness夠快 即是它很快就可以升空 然後就運送一些軍事物資 然後點對點A和B點 以往就要用我們說 在大氣中飛行的話 可能要幾個小時才到達 現在不用了 點對點發射 可能半個小時就到了 然後很快就可以 將一些重要的軍事物資 很快 即是很短的時間內 就應該由地球一邊 運送到地區零一邊 對那個軍事部署等等 可能都會有一些很特別的做法 不過這個 即是今天的節數上可能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就下面大加一 我們之後有機會跟大家說 可不可以地球遠一點的兩個點 去利用X37B這種科技 快速運送到這些物資投放 有機會大家再說 好,多謝陳博士這集 我們就在其他的節數 再跟大家再見 好,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我們下次見 好,拜拜 好,拜拜 感谢观看